本座乃乌山神雀功 第十三代渣女 葛云依 凡人五感为底细 承袭近魂之仪 代行神幻天职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尔斯 希望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idi Bidi 还有Discord 今天在天气节微信官方上面呢公告了葛云依的技能介绍 那我们看到葛云依的CG图的时候呢 大概就知道他就是雷法 就是施子咒斯属性是雷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天赋的部分吧 天赋的部分 八三神女 使用绝学之后可以获得神恩天者的buff 持续两个回合 那可以让全场进入结界 那这个结界是持续三回合 然后 哇好复杂 处于结界状态 则死丹前结界升级 那结界呢按照等级依次为雷灵殿注界 玄天推世界 玉环星 什么 玉环星允界 当结界自然消失或被覆盖后 开启结界能力 可以进入四到二回合的冷却时间 好 那我们看一下神恩天者的这个buff 一定要搞那么复杂吗 OK 法攻暴击率提高3到6% 然后雷灵这一招是我方的雷属性阴灵 全属性提升十八 哦 那跟那个获用的那一招一样 获用是暗属性的 他是雷属性的 回合开始的时候 随机对三个位攜带电流的buff 敌方施加电流 哦 这是全场的吗 还是在那个范围内 应该是全场的 看那个GIF图应该是全场的 好 再来是玄天推世界 在雷灵界的基础上额外获得 那有方的雷属性阴灵造成伤害之后呢 基于命中目标人数可以获得再移动 OK 然后再来是在玉环心 这个结件呢 是在玄天推世界的基础上额外获得的 那有方雷属性阴灵主动攻击对战之后呢 目标气血低于20%则施加暈眩 哦哦哦哦哦 哎 好赞哦 好 也就是说到最后一个结件 然后只要 敌人哦 低于20%的气血就可以施加暈眩状态 然后他的建议是什么 看一下 因为他是天赋是每一次使用绝学 就可以开启结界嘛 那结界的效果会逐步升级 那第一个结界是提升全属性雷属性的角色 我觉得蛮实用 光第一个就很实用了 然后再给敌方多米地人施加电流状态嘛 然后再来是玄天界 结界哦 就是走位可以比较 哎 是走位的部分吗 OK 再移动 我觉得 也OK 然后可是最好还是 其实第一个就已经不错了 第一个加电流跟全属性 全属性加10% 他最后一个结界就是气血低于20%的话 会施加暈眩状态 好在他的隔鱼一的绝学之一 极电顺患 对方为列出的敌人造成一倍伤害 与目标距离每多一格 伤害衰减12% 目标吸带电流状态 直接AOE 好 再来是珠心天关 主动使用恢复当个角色的气血哦 也就是说他可以攻击也可以补血 但补量多少 一倍 法攻的一倍 OK 然后可以施加雷凯 跟神户二的buff 那雷凯是什么 还没有讲 我这边讲说 对其施加两个非常优质的防御型状态 雷凯的内容是什么啊 我忘记了 好 还没有补充哦 好吧 神是什么 神是幻生 神是幻生 主动使用对友方施加迅捷 甚至ует 我记得减捷应该是 骑士吧 主要应该是解冶这个 直接升级吧 ok 好 然后 然后 驱雷这一招是什么 驱雷测电 看起来是大招哦 还有动画 这要7DG 攻击当个敌人造成1.6倍的杀害 目标是要牵带电流的buff 这本质生产提高38 哇 对战后呢 自己所有絕學的冷卻時間減1 還蠻不錯的 OK好 葛雲一最強的這個單體招式 我應該要改名稱對不對 雲一公主 長大本來叫雲一公主 這是葛雲一嘛 OK然後還有陣法看一下 陣法是這個 雲一公主和雷光屬性各一位的時候呢 然後可以提高 物攻物防法工法防術法 這個基本的 再來是什麼 自身有主動絕學處於冷卻衝食 傷害提升10% WOW 這很容易觸發 也就是說 你第一次不會打到 不會有傷害10% 第二次就會有了 蠻不錯的啊 我覺得蠻不錯的 他有被動嗎 他被動沒有介紹 沒有介紹被動 可是 他這邊技能組合介紹一個決議 這個決議是什麼 我來找一下 沒有還沒有講決議這個什麼東西 好不過我們這些就是參考 然後可見魂石不意外就是藥術師跟魔火 就這兩個 好 我覺得還不錯 光 陣法 我覺得很OK 然後 魚衣公主就是這個 他的天賦的這個結界 還有buff 可以增加這個電流啊 然後全屬性陰靈加4% 雷屬性的 所以 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大招也不錯 然後正法也OK 整體而言 我自己我自己是會抽啦 然後又可以補寫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不過缺點就是沒有那種 像黎柚那種的範圍季 他的範圍季是直線的 可能我其他的範圍季他沒有寫上去啦 好那我們今天的雲衣公主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H FB Twitch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